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去才怪 她一样会飞回山西去叫醒她儿子跟媳妇 那怎么办呢 佳佳有个难念的经验 我相信男朋友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好好过他们生活的 不过我还记得你回来了 小明 石妈妈现在怎么样了 她有没有说她愿意原谅我们皇家 这问题我也很难回答 我觉得我妈超怪的 刚刚不管是我们问她什么 跟她说什么 她表情都一样 而且讲话声明也超虚迷的 一点都不像她 干嘛 你有危险吗 没了 我没问题 对啦 刚才就是这样 一副行尸走漏的样子 你很可惜 你不会形容就不要乱形容好不好 什么行尸走漏 我妈她那个样子是像倩女幽魂 幽魂娜娜 讲话很飘渺 OK 师强 你 石妈妈是人不是鬼耶 你形容得也很烂啊 好 先别走 我问你 你跟你妈都聊了些什么 我有问她说我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 会不会还会怪你们家的人啊 她也是淡淡的回来说 没有啦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 我有问她说会不会愿意跟你复合 她也是很淡很淡的回来说 没问题 真的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对啦 刚妈还有说 她明天要去纽西兰找十五哥 然后跟她们夫妻都在一起 你说什么 她要去纽西兰 爸 你这个意思就代表说 石妈妈她就不回来啦 她不想要继续跟你在一块啦 爸 你要想办法啊 哎哟 大姐 干妈还不至于跟我爸爸分手啦 而且我觉得干妈出去散散心 平复一下心情也不错啊 对了 婉婷姐 既然姑奶奶已经回山西了 这样伯父就可以不用住在你的房间 你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 因为她呢 住在大哥房间 她也要搬去跟小蝶住 她也要搬去跟小蝶住 大哥快回来了 应该会带着阿民大一起 她们新婚宴喔 需要自己的房间 旺亭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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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亭 大姐一定是跟爸爸一样 在担心那个干妈啦 不然她们表情走都一样 真的耶 好 我们不要吵她们 我们去搬家 OK OK 去去去 好 我 你在这儿 要 你 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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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